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友善寬頻今天宣布要大財源100人 其中有40人是來自新聞部 在這個消息發布後 馬上觸發了友善中國組的所有新聞工作者 他們全體總辭 除此之外 有多個新聞部組別主管都提出了請辭 到了晚上7點多時 連港民部的5名主管和11名記者 都發出了一份聯署聲明 說決定要即時辭職不做 現時友善港民組只有5名記者 當然就著財源這件事 作為僱主的友善寬頻 他們就有一個非常官免堂皇大條道理的原因 在他們今天所發表的那份聲明當中提到 說這個武肺的疫情持續地衝擊全球 對於香港未來的經濟環境帶來了不明朗的因素 使得各行各業在經營上更加嚴峻 有善寬頻面對著這個艱巨的挑戰 積極以開源折留 密求新機遇和控制成本的方式 去維持競爭力 在這個前提之下 集團就需要就著各部門架構和人力資源 作出全面的檢視和調整 講到因為經濟下行的關係 而需要作出裁員的決定 但是究竟能不能夠令公眾信服得到 這個是真正的原因 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為在今次被裁的40人當中 其中有三人就是專門做這個偵查報道的 新聞刺針的專題組 現在這個新聞刺針整個要接起來的時候 其實這個有線新聞的剩餘價值還剩下多少呢 實情在很多市民的心目中 有線電視就跟這個有線新聞畫上了等號 因為有很多人去申請看有線 根本上就是為了這個新聞台 大家就是想追求一些優質和真實的新聞報道 而不是看那些fake news的媒體 就更加不是說要看那些過期港產片 又或者為了看你那些什麼足球比賽 甚至乎是十八台 方進暉都過了當去無線 那時候你整個新聞刺針都玩完的時候 其實就是告訴觀眾 有線新聞在往後的日子 都很難再有些什麼的偵查報道 但是這個是有線新聞的王牌來的 那時候你接起來就等同於自毅長城 如果你說因為經濟原因而解僱人 那就更加要去無存清 就要把那些王牌的節目 王牌的新聞工作者留下 才不是解僱人 你解僱人 那豈不是倒置機米? 這些是說不通的 所以難免有線會被公眾質疑 究竟是不是藉著經濟原因 來進行大清洗呢 有一位屬於有線中國組的資深員工 就向眾新聞提到 如果這個公司真的要重組架構 和重組資源的話 為什麼會選擇裁走一些聰明的人 是不是要進行大換血呢 要重新請過一班骨幹進來 這些問題 管理層全部都是解釋不到的 那這位資深員工所說的 正正就是公眾 都在擔心同一件事 至於另一位比較年輕的 有線中國組新聞工作者 其實較早之前 他們已經決定好了 全組人要齊上齊下 所以全體總辭這個決定 就不是今天才突然之間作出 他們就覺得整個有線中國組 最重要的就是人 所以他們就不能夠接受 毫無原因地解釋了他們任何其中一個人 若然沒有任何一個都好 再留在有線都沒有什麼意義 他又形容這個有線中國組的主管司徒元 幫他們頂了很多壓力 所以當主管都決定辭職的時候 他們都一致認同 不會再這樣無底線留守下去 所以這些就是有風骨的新聞工作者 是值得市民的致敬 是值得市民的掌聲 比起那些政客 不知好幾多 賣死不走 人家不要繼續留守 保持新聞戰線 這些新聞工作者 如果他們說要不辭職繼續做下去 其實市民都不會怪他們 因為這真是一份工作 況且他們就算要繼續留在 都可以搬出各種各樣的原因都可以 比如說 與其被人這樣大換血 不如就繼續留守在這裏堅持下去 人家都不會搬出這些藉口 所以這些簡直可以用鐵骨增增來形容 正式是叫做 不為五斗米折腰 當然這個五斗米不是誇張的 真的是客觀描述來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加陣子參與了辭職的那些有線新聞工作者 他們自爆 原來作為資深的員工 有些人入行四至五年 人工只有14000至15000元 加上現時每個月要放兩天的無薪假 變相 每個人的工資只剩12000至13000元 他就慎了 就算是一個淡仔仔 每個月都賺到18000元 在過去的時候 同時依靠住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份信念 他說得很好 就是這份信念 是能夠令到他們 拿取一個比市場價格為之低的工資 都仍然是接受得到 實際上來說一個大學畢業生 你說到14000至15000元 12000至15000元 很低 完全是低過平均的工資 那些大學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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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每個月有疲憊給他 所以這群新聞工作者 這麼勃心勃命 無非就是要堅守著 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的底線 那些時候還要被雇主這樣對待 這樣也未算 根據報道所說 那些友善職工 在今天聽到裁員這個消息以後 就曾經試過找那些管理層來理論 其中一個叫做陳興昌 他竟然形容 這些同事 好像爛仔講素 這些完全就是不尊重 畢竟都是知書適禮的新聞工作者 你怎麼能夠這樣來 去詆毀自己的同事 所以為什麼友善中國組會集體總辭 港民組又會集體辭職 簡直可以理解 人家留下工作 無非就是獲取那份成就感 就是堅守著那份信念 就是有那份工作而成 老實說少一點也不做 萬四五元 這些工種不是容易做的 就此又要出街走走滴滴進行採訪 如果說要進行偵查報道的時候 分分鐘還會惹上危險等等 所以你都不尊重員工的時候 那些員工自然就會有這樣的反應 雖然話就說 傳統媒體在過去這十多年以來 被互聯網的衝擊影響得很大 因為互聯網基本上什麼都可以看的 大家只要著了手機 電腦甚至乎現在的智能電視機 都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比如說YouTube、Netflix 要看什麼就有什麼 可以自己來選擇 這個就是自主的網絡新世代 就不再像以前那樣 那些主流媒體餵什麼給你 你就要照吃 現在根本就是換了人間 不過這個情況已經出現了好一段時間 不是說今年才出現的 為什麼會在現在這個時刻 是會採取解僱人的行動呢 什麼因素造成呢 又是在拜登當選以後出現的 所以 到底香港未來的路向會是怎樣呢 公職人員就不用說了 逐個要走向安排進行宣誓 要簽署一些聲明 甚至乎現在說 教師都可能要宣誓了 遲些社工不知道要不要 至於私營機構的職員又怎樣呢 似乎都難免要面對著一個可能出現的大清洗 所以我經常都說 既然現在世界上有這麼多的文明國家 是向香港人打開了一個大門的時候 大家都要開始 認真地去思考一下去留的問題 如果說還有做多幾年 十年八載就差不多要退休 那還可能說可以咬緊牙關就忍住 無論面對著什麼 關困的情況也好 但是那些年輕遙遙的 大學畢業生啊 十幾二十歲那班 到底他忍不忍到一輩子呢 有一句說話就叫做 由劍入奢義就由奢入劍難 無論是財富也好 又或者是說 享有自由的程度也好 其實也是一樣的 當你在前半生都擁有一些自由的時候 忽然之間你覺得好像有些影響 到底你能不能夠調節過來呢 如果是可以的 那就恭喜你啦 但是我相信一般人來說 都肯定會覺得很惡頂的 既然間是這麼惡頂的時候 而西方文明國家又打開了一個大門的時候 為什麼不給自己一個機會 是不是 就當是見識一下 發現得到如果是不妥當的 或者是不適合的 都還有彎轉 這麼年輕隨時回頭都沒有所謂的 所以真的要認真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好啊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